毛泽东大传之第九卷欲语成清第一章混进党礼、政府礼、军队礼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话说1966年5月16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反复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516通知。 据新华社北京16日电报道,516通知全文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发66、267号1966年5月16日,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师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 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韩的指示,杨凤因为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 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 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民意,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第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式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 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 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冲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特别是模糊了这场伟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韩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韩海瑞罢关的要害是罢关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 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韩海瑞罢关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韩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关问题,不准谈吴韩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 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韩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大如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 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杀放的阶级内容。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 他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含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明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不须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 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 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 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人意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张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的超过和压倒对方。 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 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的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 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牺牲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 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 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利,破字当头,利也就在其中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 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利,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 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利,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法一样,武断和以示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法的道路。 究竟什么是学法? 谁是学法? 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 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 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法。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 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法这顶帽子, 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法, 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法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法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 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示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吧。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 故意拔水搅浑,混淆阶级阶线, 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 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 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 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 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 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指出要保护左派, 支持左派, 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 另一方面, 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修正主义者, 叛图封城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 他们用这种手法, 企图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 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 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 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 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不爱观。 九,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 而且许多方面, 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 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 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 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 提纲却反复强调, 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 要谨慎, 要慎重, 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化许多框框, 提出许多清规戒律, 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 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障碍。 一句话, 迫不及待的要刹车, 来一个反攻捣钻。 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 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 已经发表的, 他们极端怀恨, 还没有发表的, 他们加以扣押。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 却放手让其出笼, 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 广播, 刊物, 书籍, 教科书, 讲演, 文艺作品, 电影, 戏剧, 曲艺, 美术, 音乐, 舞蹈等等, 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领导, 从来也不要批准。 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 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 当前的斗争, 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 但提纲却说, 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开辟解决这个问题, 只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议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看了《逼上梁山》以后, 写给延安平居院的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 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 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 提纲却认为, 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 而要重新开辟道路。 提纲, 是企图打着塞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 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 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 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 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 打击无产阶级左派, 包庇资产阶级右派, 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 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应, 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做斗争, 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 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 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 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 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 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而过去和现在, 却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 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 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独取政权, 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 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 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他们宪政睡在我们的身旁, 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 可以连同中央今年2月12日发出的错误文件, 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 请他们展开讨论, 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 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 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 有哪些成绩, 有哪些错误。 上述一文中的黑体部分, 是毛泽东在审定修改通知过程中, 加写上的几段至关重要的话。 另外, 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 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插曲, 那就是刘少奇批斗朱德的事。 据七本宇回忆录中说,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 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像许是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主席说的是谁, 怎么不把他揪出来? 他们问总理, 总理说, 主席大只是一般的说说, 并没有所指。 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 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 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 而且主席说, 中央出了事情, 你们要造反。 像蔡厄一样。 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 刘少奇就说, 主席说的是朱德, 朱德是有野心的, 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 这样就在那个会上, 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 朱德说, 我那时是有野心的, 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 并没有说出来。 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 哪还有什么野心? 那次会议, 斗朱德是真斗, 斗得很厉害。 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 毛泽民之女毛远之的丈夫, 笔者柱, 跟我说, 说康克卿再发牢骚, 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 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应了, 主席就说了, 朱德是黑司令, 那我就是黑政委了。 这才停止批判朱德。 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 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央原来是朱德的秘书, 总理让我去取消。 总理跟我说, 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 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再说5月16日, 中共中央同时批准了中央工作小组 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李作鹏在几十年后回忆说, 1966年4月3日, 中央工作组写的 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那上面锁点的揭发者, 才是真正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 中共中央在批准的报告上加了暗语, 暗语中说, 中央认为, 罗瑞卿的错误, 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 是用修正主义, 反对马克思列明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是反对党中央, 反对毛主席, 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 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 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 贯彻执行了成前毕后, 致命救人的方针, 摆事实, 讲道理, 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 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 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 受伤, 走上自觉于党, 自觉于人民的道路, 这个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 为了教育干部, 吸取教训, 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 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 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 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 谢富智、 萧华、 杨成武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 罗瑞卿3月12日的检查, 以及叶剑英、 萧华、 杨成武、 刘志坚同志, 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 发给地委和施党委, 口头传达道线, 团级党员干部。 我所说的这些, 才是给罗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 七本语回忆录中说, 罗瑞卿被打倒后, 叶剑英是第一个受益者, 他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的职务, 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罗瑞卿跳楼自杀, 叶剑英还做了手欲讽诗, 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 人家自杀, 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 5月16日这一天,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七期, 发表了七本语的文章, 凭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七本语在文章中有一段批判廖莫沙的文字, 他写道, 你们批判过廖莫沙吗? 没有。 廖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就是当年把刻骨的话换掉姓名, 挂在案件上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将鲁迅, 进行攻击的人。 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 把案件设向党, 设向人民。 请问, 前线,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对这样的人, 你们什么时候做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 被廖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 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 是好的很, 再写一个。 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 是有鬼无害, 能鼓舞人们的斗志。 对于这些, 为右倾机会主义, 及修正主义, 逆流呼风唤雨, 兴风作浪, 在社会上散发了大量毒素的作品, 你们什么时候批判过? 你们明明知道, 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 是为了鼓舞人民向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 和一切反动派斗争, 却偏偏要唱对台戏, 在前线, 上发表掉莫沙, 怕鬼的哑学, 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 污蔑我们伟大的党, 和伟大的人民悲怯和愚蠢, 空口说大话, 顾前不顾后, 是口称不怕鬼, 而实际上怕鬼怕的要死的人。 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 究竟是要干什么?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什么时候怕过鬼? 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污蔑, 不是同帝国主义, 修正主义, 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 1963年5月6日, 梁碧辉及于明皇, 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莫沙, 有鬼无害论的文章, 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 而你们在这个时候, 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 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 这才迫不得已帮助廖莫沙, 发表了一篇遮遮掩掩, 欺骗群众的假检讨, 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 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 什么失去了警惕呀, 什么划不清界限呀, 什么迷失了方向呀, 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 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做了帮手呀, 像煞有介事的, 给自己扣上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 前线, 北京日报的编者案, 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腔调, 说他指廖默沙, 绝不是不自觉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 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帮手, 而是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 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 我们要问这个廖默沙究竟是干什么的, 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 完全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他是一个假洋鬼子, 土鬼结成反共, 反人民, 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他的反动活动事实, 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 为什么你们不肯做一点揭发呢? 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5月17日, 毛泽东在杭州收到张世昭5月10日的来信后, 在上面写下了一些批注, 张世昭在信中写道, 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 而将自己笔墨工作, 仔细检讨, 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纸药, 应当撤回重行检查。 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 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托这一伙, 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 工人日报亦如事云, 于斯事也, 天下执笔之事, 不能以我与邓托元不相识, 强自宽解, 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言行琢磨, 是否贵策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 我的所谓只要, 纯乎按照刘子后观点, 对本宣科, 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 涂至魔粉。 这一类著作, 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 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 历令体无完肤。 张时钊在心魔说, 请主席给我三年时间, 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 然后将其柳文只要一书重行定证, 再父子印刑。 毛泽东越霸, 在信中的痛加批判旁边, 画了一条竖线, 批准到此语说得过分。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的羊头, 外反共狗肉的坏人, 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 批判可能是有的, 但料想不是重点, 不是痛加。 他又在信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 本寿英城一句旁画了一条竖线, 批准到何至如此。 批把毛泽东给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写了一个批语, 刘、周、邓月。 宋康生同志与张世钊先生一商, 一是赵原计划出版, 二是赵张先生所提, 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 然后运行。 二者则一可也, 写罢, 他把张世钊的信转给了刘少奇、 周恩来、邓小平。 由于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 尽管有毛泽东的批示, 且中华书局也已排版, 有文只要的出版工作, 还是被搁浅了。 5月18日, 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 毛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多得多。 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 那样复杂、 那样激烈、 那样多方面的斗争。 毛主席革命经验之丰富, 没有那一个人能超过。 毛主席在全国、 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 是最卓越、 最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的言论、 文章和革命实践, 都表现出他的无产阶级天才。 有些人不承认天才,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 不能不承认天才, 毛主席是天才。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 恩格斯, 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 不要不服气, 不行就不行, 不承认这一点, 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不看到这一点, 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大的天才多 首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 毛主席百年之后, 也拥护毛主席。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 90岁, 100多岁, 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毛主席的话, 句句是真理, 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他的话, 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谁反对他, 全党共诛之, 全国共讨之。 在他身后, 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 一定是野心家, 一定是大坏蛋, 全党共诛之, 全国共讨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有了政权, 无产阶级, 劳动人民, 就有了一切, 没有政权, 就丧失一切。 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 但是, 靠夺权来改变, 靠夺权来巩固, 靠夺权来发展。 所以, 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 不要忘记方向, 失掉中心, 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 要念念不忘政权, 忘记了政权, 就是忘记了政治, 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变成了经济主义, 无政府主义, 空想主义。 那就是糊涂, 脑袋掉了, 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 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社会上的反动派, 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 都要镇压, 有的杀头, 有的关起来, 有的管制劳动, 有的开除党籍, 有的撤职。 不然, 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 我们就要丧失政权, 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 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 采取了很多措施。 罗瑞兴问题发生后, 他谈过这个问题。 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 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 防止反革命政变, 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委, 电台, 广播台, 军队和公安系统, 都做了布置。 毛主席在这几个月中, 就是做这个文章, 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 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 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 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这是很深刻, 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 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 多次找负责同志, 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 世界政变成风。 改变政权, 大概是这样的, 一种是人民革命, 从底下闹起来, 造反。 如陈胜吴广, 太平天国, 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 一种是反革命政变。 反革命政变, 大多数是宫廷政变, 内部搞起来的, 有的是上下结合, 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 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 有的和天灾相结合, 大红大乱大闹。 历史上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 远的不说, 1960年以来, 拒不完全统计, 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 先后发生了61次政变, 搞成了56次。 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 由当傀儡的7次, 废除的11次。 从我国历史上看, 历代开国后, 10年, 20年, 30年, 50年, 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 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 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 四年后, 袁世凯做了皇帝, 又被人推翻, 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 两次直奉战争, 一次直板战争。 这些历史上的发动政变, 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 高度警惕。 我们夺取了政权十六年, 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 会不会被颠覆, 被篡夺, 不注意就会丧失, 苏联便被赫鲁晓夫颠覆了。 你们经过反罗瑞卿, 反彭真, 反禄定义和他的老婆, 反杨尚昆, 可以嗅到一点味道, 火药的味道。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混到我们党内来, 混到党的领导机关, 成为当权派, 掌握了国家机器, 掌握了政权, 掌握了军权, 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 他们联合起来, 搞颠覆, 闹大乱子。 笔杆子, 枪杆子, 夺取政权非这两杆子不可, 所以, 值得我们注意。 不然, 一旦时机成熟, 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彪还说, 最近有很多鬼市, 鬼现象, 要引起注意。 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 要杀人, 要篡夺政权, 要搞资产阶级复辟, 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他们现在就杀人, 用种种手段杀人。 陆定一就是一个, 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 罗瑞卿就是一个。 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 更狡猾。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 林彪的讲话, 被批准为中央文件下发到线团集。 中央在文件中称, 林彪这个讲话,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 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 还赞扬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据七本宇回忆录说, 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 是我帮助整理的。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林彪看了以后感到很满意。 他跟张云生说, 以后他们那里写的重要的东西, 要拿去给七本宇看看。 叶群也多次跟我说, 林总很赏识你的才能, 让你有时间去家里做做。 有一次, 我问主席, 叶群好几次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 我不想去, 但又怕他误会。 这时, 主席正在看东西, 他一边看, 一边对我说, 我们不去, 我们不去。 所以, 我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毛家湾。 为此, 叶群还对我很有意见。 5月22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立和七本宇, 来到中南海田家英家中, 安子文对田家英说, 家英啊, 你犯错误了, 中央现在决定, 即日起你停止工作, 进行检查。 你的工作由本宇同志接管, 你手头的文件, 特别是毛学五卷的手稿, 都交给本宇同志, 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 田家英问, 关于编辑毛学的稿件, 是不是也要交? 安子文说, 统统交。 七本宇问田家英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 在你那里吗? 田家英说, 没有。 接下来, 田家英开始向七本宇交接, 七本宇一样一样坐着登记, 安子文和王立在一边看着。 五点多, 安子文, 王立先走了。 田家英和七本宇一直到天黑才交接完毕。 关于这次交接, 七本宇回忆录中说, 安子文电话通知我, 下午二时半, 去中共中央组织部, 会和王立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 我到组织部的时候, 王立已在, 安子文说, 总理交代, 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 要他停职反省, 由七本宇接管他的工作, 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 不要出差错。 那时, 安子文在党内微信很高,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王立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 一个副部长, 但对安部长的话, 唯命是从。 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 一起去中南海。 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 到达时, 田家英不在家, 只有夫人董鞭在。 董鞭是安子文的老部下, 两人很熟, 他似乎有点紧张, 说家英同旁秘书出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他招待我们茶水, 我们坐等。 一会儿田家英和庞仙芝回来了, 田家英看来了我们三个人, 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 安子文反倒像是这家的主人, 招呼田家英坐下, 又叫董鞭和庞仙芝也坐下, 然后很平和地说, 家英啊, 你犯错误了, 中央现在决定, 即日起你停止工作, 进行检查。 你的工作由本宇同志接管, 你手头的文件, 特别是毛学五卷的手稿, 都交给本宇同志, 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 安子文又说, 你的问题多大, 怎样处理, 要根据你检查的结果, 和你的态度决定。 你要相信中央, 相信主席, 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 不要出去了。 等安子文讲完, 我问了一句, 主席的手稿, 你这儿还有多少? 田家英说, 主席手稿都已退回大案馆了, 他这里现在只有毛选第五卷的青样稿。 田家英问安子文, 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 安子文说, 你自己先想想, 从庐山会议到现在, 自己有哪些错误。 在整个谈话中, 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 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 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 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当时表现的是无奈和委屈, 但并不激动, 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 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 他知道, 没有毛主席的同意, 是谁也不能让他停止检查的。 王丽, 我, 董编和庞仙芝都没说什么话。 文革后, 田家英的夫人董编写文章说, 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 七本语打电话来, 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 态度很凶。 田家英摔了电话, 不肯去签字, 还骂了七本语等等。 这些无稽之谈, 类似推理小说, 虽能哄哄人, 但与事实全然不符。 事实上, 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 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 谈的是移交文件, 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 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 而且文件移交签字, 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 是庞仙芝和王妙琼, 机要室的机要员办的。 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据七本语回忆录中说, 1966年, 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 汪东兴对我说, 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 我很忙, 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 秘书局, 机要局都归你管。 我说, 宝王, 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 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 我还要忙着写文章, 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 我跟他说, 我这个人有个弱点, 就是好写文章。 我最盼望的事情, 是我写的文章, 能让主席看了满意。 办公厅那么多事物, 我实在没能力管, 还是你来管。 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 他也就接受了, 没跟我再捉迷藏。 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 对人对势很霸道, 底下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 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 像田筹等人。 后来田筹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 我出狱后, 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 就一句话, 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 我听了说, 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5月23日上午, 田家英在永福堂住宅图书室里, 两排书架之间, 上吊自杀身亡, 结束了他44岁的生命。 他留下的一言是,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 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王立在反思路中说, 政治局扩大会议, 23日继续开会, 就在这个会上, 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 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 田家英自杀了。 总理马上要安子文、 王立、七本宇立即赶到田家, 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 他喝了一瓶茅台酒, 然后上吊。 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 布置了一大堆任务, 很长时间才能回来, 他自己倒走了门自杀。 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 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 把田家英放到地上, 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 据七本宇回忆录中说, 田家英自杀后, 庞仙芝搬出了中南海, 住入西门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 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烧文件, 烧得满屋子都是盐。 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 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 因为烧的东西太多, 有些只没有烧尽, 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 那个地方, 整个院子的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一来, 别人家的马桶也都堵住了。 马上有人向办公厅报告了, 一查, 原来是庞仙芝在家里销毁材料造成的。 汪东兴和我马上过去看了, 汪东兴叫人把下水道都挖开, 把冲下去的东西取出来。 取出来一看, 在烧剩下的碎纸里, 竟然有张毛主席所输条子的碎片。 问他怎么回事, 他看了看, 说是毛主席要输的时候写的条子, 他没看清楚就撕掉了。 把主席的手机毁了, 这个问题挺大了。 汪东兴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来。 我有点于心不忍, 毕竟也是多年的同事。 我跟汪东兴说, 现在不宜叫公安部来抓他。 汪问, 为什么? 我说, 他接触过大量的中央机密, 知道的事情太多。 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审, 他万一乱讲, 不太好。 汪东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说那就把他隔离起来, 内部审查。 庞仙芝被隔离后, 态度挺好。 汪东兴叫他写啥, 他就写啥, 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章纸。 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 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 用很无理的话宣泄对毛主席的不满。 他说, 田家英说了, 主席死后, 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 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 背后人焚尸杨晖的。 还有什么刘公, 只刘少奇, 怎么还不起来造反等等。 他还揭发了田家英许多生活上的违法问题。 如果按照他的揭发来给田家英定罪, 那田家英的问题就严重了。 马子孙是田家英的相好, 后来跟田家英秘书庞仙芝结婚。 田家英出世后, 庞仙芝遭到隔离, 他写了一大落揭发田家英的材料, 还说, 我和田家英是有夺妻之恨的。 可文革后, 他又肉麻地说, 田家英是最有才华的人, 是他的良师义友。 5月23日,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说, 停止彭真、 陆定一、 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停止杨上坤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 撤销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职务。 此前, 中央书记处书记, 有邓小平、 彭真、 王驾翔、 谭振林、 李雪峰、 李富春、 李先念、 陆定一、 汤生、 罗瑞卿, 后补书记有刘兰涛、 杨尚坤、 胡乔木。 刘少奇还宣布, 调陶助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 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 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 这次会议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 然后由康生飞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 江青特意走到彭真面前, 一本正经地问道怎么样? 有什么感想? 这可是你自己跳出来的, 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啊。 不过, 我告诉你,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 街后的道路还很长。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 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解决, 不留下任何隐患。 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 认认真真的交代问题, 把炮制二月提纲的过程写清楚。 彭真此时此刻虽然不能反唇相击, 却是满腔仇恨, 把江青说的每一个字都铭刻在心里。 会议结束后, 刘少奇对李雪峰说, 让吴德当第二书记, 你们俩搭班子, 要保持团结。 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 等部队调动完毕后, 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预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发展, 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 田家英以一届书生, 在建国前夕, 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应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可仅仅在十年之后, 在庐山会议上, 他就站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 成为反对大跃进的成员之一。 原则的毛泽东原谅了他, 他却不思悔改, 又在农村调查研究之后, 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 他便转身投靠了刘少奇等人, 在主张私有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以至于发展到篡改毛泽东的指示。 他没有想到, 中央组织部竟会因此而通知他停止反省, 激愤之余, 喝了一瓶茅台酒, 还清醒饱。 以自杀相对抗。 有关他的生平事迹, 本传前边已经做了实事求是的介绍, 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 历史早已做了公正的结论。 可是在毛泽东身后, 一些人却把他称为文革开始后的牺牲者, 并在1980年为他平反昭雪。 中共中央不就是要他停止反省吗? 有什么反可平? 又昭雪什么? 这些罔顾事实的说辞能够站得住脚吗?